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刺猬的母爱旅程 在乡下农村 村民总是会将大碗麦子的麦杆再回家堆积起来 既可以卫生口 又能充当柴火作弹的燃料 这些麦杆一般会被村民堆积在院子里 堆得非常高 而这种麦杆堆积的小山 则是刺猬非常喜欢的地方 因此在乡下村民家里的麦杆堆 经常会被刺猬穿个洞来居住 儿子 你去拿一些麦杆威马 好多 宝宝 咦 这是什么 李先生家的麦杆堆里就住着刺猬 一只母刺猬和它三只刚生下来不久的小刺猬 爸爸 爸爸 你快来看哦 这里有一窝刺猬 是吗 嗯 看来这刺猬是把这里当产房了 这三只小刺猬看上去刚生下来不久 好了 儿子 别打扰到他们 你赶快去喂马吧 嗯 今天后 李先生要带着儿子 驾马车去一趟百里之外的小镇办事 儿子 今天你跟我一起去镇上办点事吧 好啊 好啊 据镇上的话 今天晚上是没办法赶回来的 你去准备一下 好 对了 你装一些麦杆 也给马儿准备一些食物 好的 我这就去装 小男孩找了一个麻袋 然后抱着一堆堆麦杆塞进麻袋中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 在他帮麦杆的同时 也将那只母刺猬一起装进入麻袋 这些就足够了 黄昏时分 傍晚室的李先生驾着马车 来到了一个简易的小旅馆 今天晚上他们要在这里过夜 老板 我们今晚要住在这里 好的 周先生 里面请马车就签到号箭吧 不过我们这里可是没有饲料喂他哦 没关系 我们自己有带来的 儿子 你去喂喂马吧 好的 小男孩将麻袋从马车上拿下来 然而就在他拿出麦杆的时候 一只大刺猬滚了出来 刺痛了他的手 哎哟 好痛啊 什么东西刺在我的手 爸爸 你快看 什么 啊 你怎么连他也带来了 我也不知道哦 一定是我装麦杆的时候 一不小心将他装了进去 爸爸 那现在要怎么办呢 嗯 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明天再将他带回去了 只是家里还有三只 等着吃奶的小刺猬 要饿一天的 爸爸 那些小刺猬那么小 一天没喝奶会不会有事哦 我也不清楚 我们明天这个时候才能回到家 这么长时间很难说不会饿死 那又怎么办哦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先把它装进去 明天我们尽量快点回家了 明天晚上我们就能回家 你的孩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好了 我们走吧 第二天清晨 小男孩醒来后 并跑到后院 打开麻袋看看里面的刺猬 然而当麻袋打开后 他惊奇地发现刺猬竟然不见了 哦 刺猬呢 刺猬怎么不见了 爸爸 爸爸 你快来啊 儿子 怎么了 爸爸 爸爸 刺猬呢 刺猬怎么不见了 是不是跑了 我们找找他吧 然而李先生和儿子 在后院里找了许久 还是没有找到 拿着刺猬 他会跑到哪里去了啊 我看 我们是找不到他了 别找了 准备套上马车 回家吧 这只刺猬怎么乱跑啊 这下可好 跑丢了 我们家里的小刺猬 要怎么办啊 唉 这次真的没有办法了 爸爸 小刺猬好痒吗 不知道 应该可以微微看吧 这只刺猬妈妈竟然乱跑 他都没想到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嘛 好了 我们该走了 李先生套上了马车 开始启程返家 一路上小男孩情绪低落 一句话都没说 黄昏时分 马车终于抵达村庄 一到家门口 小男孩就迫不及待地跳下车 跑去看那三只小刺猬 儿子 你急什么 我看看家里的三只小刺猬 哦 爸爸 爸爸 你快来看啊 母刺猬回来了 他回来了 是吗 他在哪里呢 爸爸 你看 他在这里 是母刺猬哦 果然 这只母刺猬正躺在里面 露出肚皮 给三只小刺猬喂奶了 母刺猬的肚子上 生痕累累 有几处地方还在流着血 真是太奇怪了 他是怎么回来的 这么远的路程 他是怎么走回来的 哦 血 血 爸爸 你看 他肚子上有血 他受伤了 我知道了 这些伤是磨破的 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回来的 这么远的路 都可以回得来 这家伙可真厉害 他是自己爬回来的 可是他怎么会认识路啊 这么远 而且他还是在锚袋里 就是啊 他是怎么认路的呢 就算是一般人 走过一次 也不一定能认得路啊 我想他一定是牵挂着 自己的孩子 这么远的路程 他也能认得吗 我想是的 这就是磨碍的力量 金钱豹的母爱 在非洲刚裹的热带雨林中 几位盗猎者为了获得一些珍贵动物的皮毛 铤而走险 他们走了许久 感觉有些累了 我们走了好久了 我看还是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嗯 哦 我们就到那棵树下休息一下吧 好啊 大家都把枪拿在手中 免得遇到危险 遇到危险 我们走了这么久 连一只大型动物都没看到 会有什么危险啊 不可以大意 别忘了 这里可是热带雨林 经常会有金钱豹出没 如果遇到他们 那可就糟了 是啊 金钱豹的速度非常快 等我们看到他们后 再想拿枪 可就来不及了 不过 你以前不是说 金钱豹通常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吗 是的 可是如果他们非常饥饿 或者认为我们对他构成了危险 那他就会攻击我们的 就在这几位大猎者 在大树底下休息的时候 一只金钱豹悄悄地靠近了他们 不好 有一只金钱豹 快 快开枪 这几位盗铁者看到金钱豹呼了鼓 立刻朝他开枪 可是这金钱豹却十分敏捷 他躲过了盗铁者的子弹 他跑哪儿去了 不知道 不过 我想他肯定没走远 他一定还会再回来攻击我们的 真该死 这只该死的金钱豹 怎么会看中我们了 我看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好 快走吧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只金钱豹又一次朝他们扑了过来 停啊 快看 他又出来了 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去死吧 该死 我的枪卡住了 就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候 另一位盗铁者开枪了 这一枪振住金钱豹的腿上 金钱豹不停倒在地上 太好了 打冲了 打冲了 哦 刚才真的好险 这只豹真是奇怪 怎么会像我们发起如此凶猛的攻击呢 谁知 那只金钱豹又猛地站了起来 虽然他的前脚被击中 正流着血 但他仍再一次地朝盗猎者们扑去 不好 他还没有死 刚才那一枪只打中了他的腿 快跑啊 腿上有伤的金钱豹追赶着这群盗猎者 由于腿伤 这只金钱豹追了几百公尺远后 体力不支 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机会来了 盗猎者抓住这个机会 朝金钱豹开枪 几枚子弹射入了金钱豹的腹 金钱豹从他体内不断地流了出来 这次应该打死了吧 他中了好几枪 应该已经死掉了 可是这些人万万没有想到 这只金钱豹一下子又站了起来 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钻进了万物从中 哎呀 他逃跑了 他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应该跑不了多远的 我想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的 对 他活不了多久了 等一下 我们去扒下他的皮 金钱豹的皮毛可是很值钱的 这几位盗猎者沿着金钱豹逃跑的地方寻找过去 怎么回事 难道他凭空消失了 真没想到 他受了那么重的伤 竟然还能跑那么远 哦 你们看那里 流了这么多血 那只金钱豹绝对跑不远的 我们快追 沿着血迹 众盗猎者来到了先前他们休息的大树底下 他这是要去哪里呢 咦 地上的血迹怎么没有了 那只金钱豹呢 是啊 血迹到了这里突然消失了 那只金钱豹怎么也不见了踪影 真是奇怪 你们看 他在树上 只见这个大树上 一条长长的包围和两条毫无生气的后腿从树上垂了下来 鲜血染红了树干 他似乎已经死了 可是他为什么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还要跑这么远 然后爬到这棵树上去哪 不知道 我上去看看 一位盗猎者大胆地爬到树上 透过茂盛的枝印 他放眼望去 不由地被眼前的这一幕感动了 啊 他看见了两只小豹正依偎在金钱豹的怀里 满足地喝着妈妈的奶 他们浑身沾满了血 不停地往母豹碗里钻进去 我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会袭击我们了 原来我们来到了他孩子的洞口处 他怕自己的孩子遭到危险 才奋不顾身地朝我们发动攻击 真是位好母亲 是伟大的母爱 让这只金钱豹在弥留之际跑了那么远 重新回到了自己孩子的身边 用剩下的乳汁为孩子吃最后一次奶 这只金钱豹的母爱深深打动了导泪者 他们没有剥下他的皮 并且将这两只金钱豹宝宝送到了国家动物园 在那里虽然没有了母亲的奶水 但他们也能活下去 王先生经营一家小型超级市场 他可是当地有名的善人 每年过节都经常帮助养老院和孤儿院 小菜 东西尽量往里面放 就可以多装一些货物了 哇 王老板 你装了这么一车户 是要送去哪里呢 重阳节快到了 我准备将这些物资捐给养老院 啊 这么多货物都要捐出去吗 王小姐 我们老板啊 他每年都捐给养老院和孤儿院好几车物资呢 是啊 我们老板可是大善人啊 我算不上什么大善人 只是想到还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就忍不住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 哎 您能有这种善心善行 那就是大善人啊 老板 货物都装满了 我们可以走了 好 我们这就出发 郑王先生甚至见到了落难的小动物 都会出手相助 还经常会花钱买一些鱼虾鸟虫放生 老板 你为什么经常花钱买下那么多鱼虾 然后再放点它们呢 这是在放生呢 救助生命可是极大的善举 行善是会得到善报的 放生真的会得到善报吗 当然了 快停车 快停车 老板 为什么要突然停车 哎呀 这铁小狗好像是被车撞了 是啊 看样子伤得很严重 我们赶快将它送到宠物医院去 可怜的小家伙 现在有很多不负责任的主人 将自己的宠物丢弃 这些无家可贵的流浪猫狗 经常出现在马路上 很容易发生意外啊 是啊 老板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您这么有善心 您是不是从小 心肠就特别好呢 不是的 其实我以前是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 啊 老板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 我以前就是一个小混混 读完高中后 就一直在社会上混 那时候 我整天无所事事 跟着一些酒肉朋友 吃喝玩乐 大家都哦 因此 经常去警察 都给我住手 又是你 你说 这个月 你被我抓到几次了 你怎么那么不学好呢 我的父母为我操心不已 他们想让我 找份正经的工作 可是像我这样的人 谁又愿意雇佣我呢 他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我们要帮他 找份正经的工作 但是他这个样子 谁愿意雇佣啊 我找了好几个地方 人家一听是我们儿子 就拒绝了 那这样下去 要怎么办才好啊 当时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完了 可是我无意中 做的一件善举 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老兄 今天的收获怎么样啊 今天我抓到了一只大乌龟 很大只大 这种乌龟我从来都没见过 哦 大乌龟 我们去看看吧 好 去看看有什么特别的 哇 真大啊 这只乌龟的壳真漂亮 哟 这样大只的乌龟很少见到的 是啊 都够炖两锅汤了 哈哈 我正准备将这只乌龟卖给餐厅呢 啊 你们快看 这只乌龟在流眼泪 我过去曾听说过 乌龟是非常有灵性的 它被人捕捉到时 会伤心的流眼泪 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 我也听说过乌龟流泪的事情 我看还是把这只乌龟放生会比较好 放生 我那么辛苦 我才把这只乌龟从海里抓起来 怎么可能放掉呢 对呀 管它流不流泪呢 要是流泪就能被放生 那所有的动物就都学会流泪了 是啊 不要管它的 我看着那只流泪的乌龟 曾以之心游然而生 那你打算将这只大乌龟卖多少钱啊 这只大乌龟最少也要卖三百 说也奇怪 那文鱼不要叫三百 而我当时口袋里也只有三百元 这只乌龟我买下了 什么 你花这么多钱买一只乌龟做什么 是啊 你不会想用它来炖汤喝吧 不 我想将它放生 那只大乌龟下水后 竟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令我大吃一惊 哎呀 你们看 那只乌龟竟然还会回头看你呢 那只大乌龟有了一段距离后 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沉入了河水中 传说傍生乌龟 它会回头三次答谢报恩 看来这是个传说罢了 就在我们以为 那只大乌龟已经游走时 它竟然再一次往 回头朝我看了一眼 这时我完全被震撼了 从那以后 我的生活完全改变 退伍之后 我开始经商 后来看了一家超市 生意整整日上 又找到一位好妻子 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宝宝 一切都是从我放生了 那只乌龟开始 老板 您的经历 真是太不可思议啊 这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我相信 平山终究是会得到山豹的 当初我做了那么多措施 只是因为放生了那只大乌龟 而得到了如此的山豹 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 多心善事 那很棒的 医生 他受伤了 麻烦你帮他爆炸一下 好的 我马上帮他治疗 好了 小家伙 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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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银行 1点至4点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 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学生 报名电话 049-256-1311 049-256-1311 南投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业诸善行 十方信众共成就 己见信念归净土 明阳两笔度有情 特为子安地藏殿 英灵牌位及报恩殿 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欢迎道场 特举办中风三十信念 超度华会 恭请广顾法师主法 及法部指导生众 共同民众 日期12月9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欢迎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欢迎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通瞻法义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恐羞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从前有一位出家人 他信喜又静 不爱与众共修 于是一人独自到山中惊情行道 有一天黄昏 忽然有一鬼化作梧桐 来到行者座前 这时行者脸上 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 平静地对鬼说 说完后鬼离开了 不久鬼又变成没有身体 但是有手脚的样子来吓他 行者看到了说 你现在没有身体 就不用人说 身体的痛和痒 也不会受 五张的疾病忧愁 又是一大坏事 鬼听了后离开 不一会儿又变成没手没脚 乘一轮车到行者前 行者说 你现在没有输掉 最后不能拿别人的财物 真是太好了 鬼见行者意志坚定 不为所动 于是化作端正男子 来到行者面前说 沙门所学将存不久 起绕三扎 恭敬而退 凡是金晴之行道者 在除烦恼与正圣果之中 总难免会发现 或大或小的魔杖 即使佛在刚成道时 都不免遭受第六天魔王 率诸眷属来阻碍他成道 但佛陀当时胸中无半点尘染 最后用神力将重要魔全部相扶散去 连佛陀都难免魔杖 何况无我们这些反复俗子呢 继续与三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